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啊 谈的是男音和黎原系 在台湾呢 我们叫南管和南管戏 但是台湾的南管戏 就只用南管音乐来演出的戏曲 它事实上是包含七组戏 七组戏 会谁吧 七个人 七个角色 七组戏 还有呢 就是高甲石 另外一种就是白字式 凡是称白字了 是对官话来说 用当地的语言来歌唱的就叫白字 所以缅南的白字和广东的白字 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广东的白字是广东话 我们缅南的就是缅南语 如果说啊 要从世界上挑出最古老的音乐 和最古老的戏剧 那恐怕 我不敢说啦 因为世界这么广 我所知也有限 那恐怕我们的南语呢 现在以泉州为主 南语和黎元戏 恐怕可以 不是第一嘛 就是排在前面的 那南语在泉州又叫做 贤业 因为她的戏神 这是花蕊夫人的那什么梦场 这是后世的皇帝 梦场 叫郎君 叫做郎君业 当然因为台湾称南管 她那边也称南管 那阴和业一样 所以称南业 在泉州啊 可以说名称比较多 那现在呢 泉州的黎元戏啊 黎元这个呢 你不必把它说成 唐玄宗时代的黎元 只是 一般呢 民间的艺人 要抬高自己的身份 就说我这个是黎元戏 何况他们戏神呢 田都元帅曾经做什么 田都 田都元帅 吉说是李海清 反正这些啊 无所谓的 怎么说 反正都没有证据 你爱信就可以 不信也无所谓的 那把云遮掉了 剩下个田 都 反正都就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叫田都 都就是大的意思 所以田都元帅就是 田大元帅 意义是这样的 我们中国的这个西省有很多 但是大概南方 这个 以田都 这个 为主 那么西北的 这个 邦子羌 邦子羌啊 西群羌 西群 西群什么 西群王爷 西群王爷 可能性就是 唐明王比较大 五代时候的那个 后唐 庄宗 这个也很喜欢西 那为什么 黎元音乐 他那么古老呢 黎元系 也那么样的高雅高谷 这个啊 在1980年 就是民国69年 许长慧啊 在这路港 办了一个国际 这个南管学术会议 一口气办了六天 当然来都是中国人 虽然是美国人 还是中国人 飞兵来的 还是中国人 哪里来都是中国人 那我和许长慧啊 第一次认识 就是在这种场合 那时候我提出的一篇 论文 就是南管音乐与戏曲 的古老性 古老性 古老性 还是宋大 还是宋大去林城 黎元系呢 就是宋元南系的 这个 晚然可读的面貌 就是很像 很像这个宋元南系 那可以追溯到这个宋代 那各位知道宋代呢 拿南宋来说 至于我们现在的八百多年啊 我不知道你们学习西洋音乐的呢 有没有超过啊 现在还存在世界上 而可以这个演奏的 超过八百以上的音乐 有没有 有没有 那这个我不懂 但我和许常慧先生呢 我们一起到新疆的维吾瓦 维吾瓦 在乌鲁木齐的许多 这个维吾瓦家庭里边 我们去做课 他们进去就 谈他们的穆卡姆 穆卡姆 当时我就说 啊 这和我所读到的宋大曲的结构 是一模一样 如果 如果 这个呢 我这个推论正确的话 那么新疆的穆卡姆 比我们的南馆怎么样 还要更早 因为他 唐代的时候 传到 这个唐明皇的时代 传到 这给我们关中 长安的 那唐代距离我们现在有 一千两百多里 李书啊 求诸也 当初接待我们的是 周琪教授 周公的周 整齐的齐 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周七教授呢 后来 把新疆的穆卡姆 又带到台北的红楼演出 我一去看 我说 哎呀 周教授 你现在怎么 我们1989年 和喜常卫先生去 你接待我们 完完整整 怎么现在来这里 你都知道意思 就不完整 他说啊 郑先生 你不知道 我在那边努力半天 才保留这个样子 你看 现在周琪先生 已经去世 我已经很久 没有再去做过这个事情 1989年 纪律 现在多少年 各位算算看 现在 2018 30年前 30年前 但是不管怎么样 南英 在现在的泉州 和台湾 都是存在的 但是这泉州 和台湾的南英 包括 吴树霞 在这个什么呢 台中 所主持的传习班 或者我们台南的 南生社 这个是最道地 台南南南生社 各位 你们觉得泉州的 原始性抢 还是 我们台湾的原始性抢 台湾 因为 泉州的已经 被流血怎么样 西方流血回来音乐家 改良了 我问他们说 像这样古老的东西 你要原汁原味把它点长啊 你改良可以 改良现代化 生活化 这是可以 但是你不能把原有的东西 就让它流失了 好像他们没有这个观念 那改了最多就是节奏变快 各位知道什么呢 为什么魏文火 魏文火怎么样 听雅乐怎么样 昏昏欲睡 我当年啊 每一次去听南管的演奏 我没有一次开头不睡着的 因为开头都是怎么样 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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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觉了,对不对啊?一小节八拍 他那个更加倍,一小节十六拍 也有,不过这一下后来就没有 现在的南管医院里面是最慢的是多少? 还是有七条 七条就是四分之八吗? 二分之八就是四分之八 十六,哦,那还有 你看这个四分之十六的 是不是非常的古老的东西 也因此呢 台湾不管在形式上 演奏的形式上 打出来的旗帐,这个什么呢? 穿的衣服,或者脚要踩的小包裤等等 这些拍场 都要比现在的泉州要来的古老 我不知道泉州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人 懂得去恢复,我太久没有去做这些工作 不过在1990年代我是常去的,常去泉州 好,当时候我提出的论文啊,到现在还是一样 都是可以坚实地证明的 后来我也指导了沈东 沈东做南管历史初探 就在我那个基础上去研究 喜常卫就指导李垂宽去做南管音乐 所以他们这两本书就成为南管研究的第一部的性质不一样的最长的著作 那《论文章》我是第一篇 我在1986年大陆开始留意到南管音乐和南系的关系 黎元系和南系的关系 以及普鲜系和南系的关系 我知道第三阶才去 居然呢,我发现两岸的结论是一样的 也就是南英是宋代大局的遗想 黎元系是宋元南系的敌一 但是我早就 有好一些啊,各位为什么要注出 你文章写作的年代啊 看看谁先说的很重要 所以我好些啊,后来被人在用 但对方都忘了有一个叫曾永毅 不过如果比出来 长江大和说,两岸有很多 但是我是第一个 长江大和说我在1981年 就提出戏曲的原理 长江大和说 所以我的那篇文章 就在大陆 在乌鲁木齐 召开了个国际戏曲啊 原理的学术会议里面 我没有去参加 那时候还没有,两岸还没有通 但是把我摆第一篇 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同感 那后来也主张长江大和说 都是1999多少年以后 才有 我起码我看到就有四篇 我当时候 就音乐来说 我是怎么样去探讨他的 音乐最主要的是什么东西啊,各位 取牌,对不对啊 取牌 那么取牌里边啊 这个 有一个太子游宿门 这样的一个 一支曲子 太子游宿门 他是在南系里边就有了 还有一出戏啊 在黎元系里边 现在还有 也是 宋元系 南系的这个 目录里边 朱文太平浅 你看 所以 黎元系的古老 是宋元旧篇的巨目 另外就是说 他的这个乐曲 各位知道 词和曲呀 的曲牌最大不同 词 一缺词 如果他有 有这个什么呢 词的乐章结构 一个乐章叫单调 两个乐章叫双调 三个乐章叫什么 三叠 四个乐章叫四叠 所以最多的是四叠 一缺词 你该有几叠的 一缺就包含几个乐章 可是由词变到曲 单调的 就变成一支曲 双调的变到曲呢 前面 曲牌的名字 比如说 练奴交 那么第二叠 就练奴交换头 换头换头 也就是说 一支曲牌 它有三个换头 也就是练奴交 有四个乐章 变到曲子里边 就变成什么 四支曲子 词一缺 就是整缺 变到曲里边 它变成四支曲子 像水调歌头 那么 它就水调歌头 那转诸葛 变到曲的话 它就水调换头 那转诸葛第一支诺 照诺 换头的意思就是 第一个曲段 就是运场 第一个运场 不一样 就叫换头 比如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擎天 这第一个运场 是十个阴子 摊破成了五五 两个单式曲 下个这个什么呢 岳章换头 是转诸葛第一起路 照五面 那个面出来 所以它是九个阴子 摊破为三三三 像这种叫换头 如果都一样的 叫前腔 别取叫腰篇 世上要读后篇 那是这样 而像什么呢 早期的朱公廖 还有我们男婴的这个 谱啊 子啊 之类的 就还保定词的形式 保定词的形式 所以它的时代性一定超过怎么样 南北曲 超过南北曲 另外就是说 年套来看 年套 在南曲 是引之过曲尾声 也可以引之过曲 第二种 第三种也可以过曲尾声 第四种也可以过曲 四种形式 请问 所以 南管的这个年套 是不是漫头 然后中间那个正曲 尾声 所以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南管的那个套曲结构 他那个形式 就传给了后来的曲子 后来的南曲 他事实上更 更吵 还有啊 当时候啊 我参加会议的时候 我说 我听的南管歌唱 每一个字的 这个 你当然不要清楚 歌唱的那 要字 土音呢 四上和昆山枪 一样是 是什么呀 分细字音的 分细字音 不是昆山枪才有的 而是元代的 资安唱论里边 他说 一字五四九 一个字音要把它唱完 四个段落 一字四九 我就 问了 这些 南管的奇述 这些 我说 一字四九 其中啊 有正大一位教授 叫泉舟 他那时候也六七十岁 后来他只活到七十岁 所以 叫吴春熙先生 他当时候就说 曾教授 你说的一点没错 南管就是一阴四九 他就找菲律宾来的一个歌唱家 用那个听见的那个听子 用南管唱 然后 从他的这个什么呢 画出 画出他的这个 唱这个 这个听的那个 从开口到结束 他就说 你看 这是不是四九 他是那么说的 我不懂音乐 你们知道我最大的本事 会纸上谈兵 对不对 但往往误打误咒 你们搞音乐都没想到 我把它先提出来 另外 那个乐器 乐器 南管的主作乐器 是什么 琵琶 琵琶 洞硝 对不对 二弦 三弦 板 上市管 所谓上市管 就是清唱的时候 哪板的是坐在怎么样 中间 他有几块板呢 五块 他的左手边 洞硝 就是一 二弦 三弦 琵琶 是几弦呢 四弦 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啊 漢代的香鹤歌 香鹤就是一种乐器的一种 拿现在来说交响乐叫香鹤歌 他有一句话 他有一句话 说 施足耕香鹤 施 弦乐器 竹乐器 直截着歌 拿拍板的那个人 是歌唱的 你看这个 汉代的 一种乐队组织 传到南管 还是一样 也就是说南管呢 他保留了中国 五月里边的好些元素在里 那这个板 各位也知道 历朝历代啊 有几板 到几板 好像以前更多 对不对 我们是算过 这个板 但是像 动销 和现在动销一样不一样 这个动销 起码和 藏在日本的音乐院的太昌院那个动销 尺八 因为一尺八寸 一模一样 中国大陆 我几乎很清楚 还发现卫代的一个动销 和南管一样 它是卫 北卫 或者是 北卫还是朝卫 我搞不清楚 托八卫还是朝卫 朝卫是谁啊 曹操 托八卫就是 南北朝的 这不管它很古老 那二选 三选 好像时代很早 我们要再继续考 考 也就是它的乐器 本身都很古老 乐队组织 咬字土音歌唱 所以它是一个绝对的古乐 因此当年呢 陈美娥的那个 汉唐月虎 就自称千年古月 千年古月 我认为这是有道 起码我把它 把它证实 我是用学术证实 他们用催领证实 他们催领因为自称月虎 那种月虎 就怎么样 是汉武帝的月虎 他不知道月虎呢 到元代还可以称月虎 到明代还可以称月虎 到明代还可以称月虎 好 那么 在戏来说呢 如果从戏曲 黎元戏来看 如果把我们现在 黎元戏演出的剧目 和那个存下来的宋元旧编 就宋代元代的南戏的 南起戏文的剧目 和对 起码我和对出十六个来 有十我记得了十六 你看 十六个就不算少了 尤其南館啊 或者黎元戏 都说他们能演的是什么 十八彭头 十八彭头就是演出几个戏啊 最熟最什么 十八 十八个剧目 那你看可以对出 但是黎元戏有 大黎元小黎元 合起来不紧 合起来呢 大概 小黎元大概十四个 大黎元里边的夏里大概十五个 那个上路十六 所以三十一加十四多少 有四十几个剧目 但是起码有十六个相同 十六个就不是果然的 尤其那个遗失的发现的那个 朱文太平潜 对不对啊 合对 完全一样 这就不说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的这个角色 剧种不同角色会不会不一样啊 那最早的南戏 永乐大典戏文 这是南戏没问题 他的角色就是 生、淡、静、梦、丑 乖、天坦 七、七个角色 所以叫七子班 所以呢 永乐大典戏文 应当 学者大概都公认是南宋中叶 所以呢 黎元戏也是七子戏 中下 还有 各位还记得不记得 我说这个 戏曲的乐曲啊 剧种成群 就由简单 越来越复杂 剧种成群 其中呢 越古老的 他的套数的 乐曲的应用 最早总是怎么样 杂醉 各位知道吗 杂醉还记得不 像戈子戏就现在还是杂醉啊 想用七子调 就用七子调 想用都马调 都马调 忽然想到某一花调 抓一个某一花 来个运河调 来个台东调 或者曾仲宁新编的一个 一个曲牌 他也抓来用 就彼此之间 没有绝对关联 只是这个曲调 恰好可以用上 我现在的情景 就可以用 这叫杂醉 你们如果去分析一下 张学状元 张学状元 的那个 他的乐曲结构 杂醉很多 甚至杂醉 占主体 所以他在一出戏里面 可以用好几个功调 各位你们知道 功调转移 一定要怎么样 就是音乐转 音乐转移一定 剧情要不要跟着转移 气温行调 那么杂醉时代 就不管这些 他只要这一支曲子 可以应付 眼前所唱就可以 这个在永乐大连细名相处 而现在我们所传下的闽南 就是家静年间 传到现在的 陈山舞梁 有没有 这个历镜祭 历镜祭的陈山舞梁 他的那个乐曲结构就是杂醉 还暴露很多 这都可以证明黎元氏 黎元氏很重要的 巨木 历镜祭也是其中之一啊 这是 你看这个第几啊 还有 第三啊 此外就细取而言 嗯 刚才我们所说的音乐 事实上也都可以 可以用尽了 那就刚才说的音乐啊 我忽然又想到一点 很重要 就是 直谱曲 各位知道 谱是什么样的曲子啊 气乐曲 南瓜人的谱 就是用气乐做的 所以它缓慢 它等于大曲编的 闪序那部分 指 手指头 就是与 弹琵琶的关系 这个就是排便 排便 南瓜音乐啊 南音呢 没有保留后边的入破 入破没有 舞曲 舞蹈的这一部分 没有 传到台湾全州 可是在 威武人 木康姆还在 舞曲那部 我看的还在 那一天啊 一大群人 坐着 我和许长卫 类似坐在这里 他们就围了一圈圈 先坐啦 要让你睡觉的什么 土 然后又唱 唱到后来 有些人就站起来 就舞蹈啦 正好 入破 入破 破 五一红一乱 这是白居易的事 进入破 破就是舞曲 就是节奏变快 而各位也要知道 大曲是什么 大曲的结构事实上是什么 一个词牌 一个宋代的词牌的 不停反复 变作 这叫从头变作 一个词牌 从头变作 散板的 称散戏 有板有眼的 称排变 变就是因为他没乐章 下个乐章 因而发生变化 所以变则变也 一个乐章 一个乐章 因为他的乐章的旋律 是变化的 所以叫排变 入破 就节奏快了 就舞曲 所以南大曲的结构事实上 就是契乐曲 还有呢 歌唱曲 和什么曲啊 舞曲 很大型那种音乐 所以啊 有些人常 说能 宿典望著 旺族 匪伯 说中国的音乐 不如西方的 就是因为他们 读不懂中国书 大曲的这种情绪 哪会 比西方的 还来到什么参 尤其我们古代的乐旋制度 各位叫做乐旋吗 乐旋就是宗庆 悬挂宗庆 以宗庆为主体 配合宗庆的八音 各种乐器 八音就是八种不同的乐器的材质 你们都不清楚了 什么袍土、狮子、格木土 石头、乐 尤其是铜乐器的宗 宗独旋来节奏叫做特宗 博 又叫博 你们相信不相信以前什么叫博 没有人搞清楚 我第一个把它考证出博者特演 独旋的乐器用来节奏 所有的经典都通 那个庆就是十乐器 也是边庆 各位知道庆的保存也容易 一旦比钟又更加容易破碎 所以我们发现最大的一句边钟是哪里啊 我听过它两次演奏 就湖北随县 增火影幕里边啊 那个随县边钟 六十四妹 没错吧 你们随音乐音还记得吧 六十四妹 听说 我也不懂 一个钟可以敲出几个音 两个音 如果这样算六十四个 就一百二十八个音 那旁边果然有我说的特宗 就节奏了 你看 现在的钢琴 西方的钢琴 在两千两百多年前 有没有那么大的钢琴啊 没有 你们在从这个什么呢 文炫里边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那个乐子 记载音乐的制度的 那个乐弦里边 演奏的乐器和演奏的人数之多 我把它描一描 因为文献通考啊 之类的都会有这些 那真是 八百多个人上千人 可能大型乐队 一一键乐器 起码一个人演奏 那他画在里边的乐弦 就叫做宫廷乐弦 所以 在古代的中国 宫廷里边演奏的那个音乐 岂是 如果各位也到欧洲去看看他们的 那个王宫啊 那对中国来说是个小王宫啊 诸佛而已 我们那个天 不要再鼓鼓吹了 天朝的这个自进城 那是大 同样的我们那个音乐 就是鸦片战争以后 把大家的信心啊 祝尊心打垮了 所以 你们学的都跑 你们老师也是西方回来的 这个都是学了西方音乐 然后宿点望主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事实上是如此 我们中美音乐确实是不同反响 那保留到现在呢 你看 蓝音里边的那个谱 它就是 同调重头的变重 而且前边的那个闪序部分 常会怎么样 标题 用标题 像四十俊 八俊 还有一些 我忘了 我现在脑筋了 白 棉花槽 是不是都标题啊 那一种就形式 完全就是大曲的形式 还保留在我们南国 所以我们在座 原来有好几位啊 都研究南国 我是指上谈兵啊 从古典文西县 因为我读过 我听过南文 把它结合起来 把所知的告诉各位 那戏群 还有那个 黎元戏 分做三派 对不对 这三派怎么来的 全桌有几位棋树 以前一位 吴杰秋 他有一套说法 我去啦 我就说 我问他 他不走又来问他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证据 都是想当然了 说 还有一个 吴湘什么 他不说 他其中 说到一个 这个 这个妻子系 就若回来过来 这一点呢 他 我认为他说对 但是 把他进一步 证实的说 你看 黎元戏有三派 有大黎元 小黎元 大黎元又分做怎么样 上鹿 上鹿 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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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怎么样 行政区的规划在宋代称《路》 在唐代称什么?称《道》 在元代称什么?称《省》 所以我们现在是明清到现在都元代 元代称省是它把中央的一个中书省 中书省就类似现在的行政院一样 等于行政院派出去的 所以叫做行中书省 就是分在地方的行政的核心 那时候你称省 那因为宋代称《路》 所以它称《上路》 因为福建就福建西路 它上边的那个路就江浙东路 所以《上路》就是上边那个省传来的 恰好温州 各位知道温州是南西的发祥地 和泉州在那个时候都是重要的商务 商业港口 而且渡一下海就过来了 有一句话说 细路随什么 商路 哪里的这个什么呢 商业发达 商业的这个商品流通 哪个地方商业发达的城市 细区就跟到哪里 所以细区呢 是最讲究经济效能的一种艺术 所以国家贫穷 戏曲绝不发达 这个地方 经济发达有钱 戏班一定来 这是千古不变 所以《上路》 好问题 就是温州杂局传过来 也就是南西西文传过来 那传是传到哪里呢 传到泉州城里边 保留在泉州城里边 泉州城外 那民间 民间呢 本来就地方性的小戏 我们姑且说 泉州杂局 泉州杂局用的 就是当地的白字 像《上路》 运用的这个什么 语言歌唱 那是接近官话的 在他的这个 泉州城外 民间的那个 地方性语言 就叫 泉州当中 在福建叫夏 夏就是南方 南部的那个南方 因为他北方为上 那因此呢 他南方就叫夏 当时候的声枪 就叫夏南枪 用夏南枪 来唱 从这个文州流过来的 南曲戏文 它呢 就比较理属 比较理属 所以在演出的内容来说 上路呢 就比较 这个古雅 但是 它都是 等于 中年人 夫妻啊 什么这些的内涵 夫妻之间的 生离死的这些内涵 可是这个什么呢 到夏南就在民间的这些呢 他 就多的是 庶民百姓所喜欢的 征战啊 英雄啊 公安判决 那 这个 上路和夏南 的分别是这样 而他的演员都是成年人 所以叫 大梨园 小梨园呢 就是 小孩子园的 福建在宋代啊 有一种戏 非常的发达 就是 傀儡戏 傀儡戏很发达 宋代的傀儡戏 也是中国 博士发展的 其次 它的发扬是多 用水来发动 叫水傀儡 用 湿线拉动 叫什么 悬湿傀儡 用杖子操头 就是小梦园 操纵 叫杖头傀儡 那个杖头 翻成现在话就是棍子的意思 头是吃味 还有两种是什么呢 杂爪特剂的 水傀儡也是杂爪特剂的成分 药发傀儡 药发用火药 这个让他驱动 一定是 是不是 怎么一点呢 这个傀儡 就 就 就因为火药的关系 什么 我们不知道 确实是 还有肉傀儡 肉傀儡呢 在 这个 这个无注目的孟良路里边 它特别注明 以小儿 和生为之 小儿就是怎么样 小孩子 和生 和生 闽南话是什么意思 年轻人还是老的 先生就先我儿生 比较老 和生比我 晚生 所以现在我们说 这是我儿生 意思是我的孩子 就是后生 那意思就是说 用小孩子来扮演傀儡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那傀儡戏啊 在中国呢 要演出以求 它还保留了傀儡戏 非常原始的 一种这个 民俗作用 就是除杀 什么叫除杀 保持台湾的 宜南的 只要发生车祸 死了人 发生什么灾难 火烧 或者怎么样 就会去演回的戏 而且要半夜 这些都有除杀的作用 这些都有除杀的作用 而傀儡戏的早期的勇 和传说中的那个山木 胡桑之木 都是 含有除杀的作用 我带领 布袋戏团到世界各国演出 真是世界各国 东南西北 演到南非 到东南亚 还有中美洲 欧美 都有 我们都会有一种仪式 就是先用钟葵 还没有演出以前 敲楼打鼓 钟葵就在那边跳 大家好玩就围过来 这个其实我应用的是什么 脑袋嘛 闹台 中国戏学院演出都要先闹台 你在元代的那个记录也是一样闹台 那这个钟葵 跳钟葵 就是在演出的周边 如果妖魔谁神 就把它清除掉 所以按理呢 他要上这个 如果戏台是盖戏 要到戏台上边 做出声段动作 周边这个什么 拿着剑这样这样跳这样 叫做 而用的戏神 如果是黎元席的话 用的就是 天都元帅 天都元帅是 伴相是怎么样 老头 还是成年人 还是小孩子 小孩子 所以 天都元帅呢 叫做相公也 踏 天都元帅后来在民间变成相公也 踏 那个棚怎么写啊 木字边棚有的棚 棚就是棚 用竹木盖棚 所以明南话一边棚 棚就棚 那个宋代就叫岳棚 非常古老的语言 可是呢 有时候 棚搬出去 没有田都元帅 戏神 田都元帅又叫死神 事实上他是除杀 中国人喜欢怎么样 以言故意怎么样 正言若反 他除杀 故意说他死神 杀是伤死 对不对 故意倒过来 这是中国语言里面也有这个特色 如果田都元帅西班没有 就会找一个小孩 找一个小孩 这种找小孩来代替傀儡 在以前台湾的南部还有 那怎么样呢 弄了一个毯 一个毯 毯就是一个布幕 演出的人站在毯的后边 这个小孩就站在前边 然后音乐一动 站在布幕后边的影师 就像在拉动那个什么 操控魁脸 巡视魁脸的那个线的动作 一拉 下边这个小孩呢 一拉 他就 手就提起来 一拉 手就提起来 就等于这样的节奏 变成在那边舞蹈 雏煞的动作 那么这样的小孩 就叫弱魁脸 弱就是人的意思 人扮演的魁脸 这种情形啊 是在魁脸市发达的时候 宋代以后就有的现象 全州 基于那个 全州那位先生写文章 是在抗战以前还常见到的 抗战以前 所以弱魁脸有小孩的演出 是绝对正确的 那么他怎么变成戏曲呢 同样的 这个 温州的戏 男戏 传到了这个 和弱魁脸结合起来 由小孩来演出 尤其林戴 林戴又发生一件事 在宣宣宣宣宣德2年 有一位 左都御子 左右的左 督察院 在首都的都 左都御子 各位知道御子 就是监察委员 现在监察委员 左都御子 就等现在的监察院长 他上了个座子 现在官员一天到晚 协计饮酒 方会 事物 因为啊 历早历代的岳父歌迹 各位还记得吧 我说过岳父歌迹 明代最上 这一生下 宴会就像现在习大大一样 一生下来 我到大陆去朋友请我喝酒 都要从家里带茅台来 公開場合都不能喝了 不能有酒 但自己帶來買來的沒關係 在明代公開場合不敢再有歌劇 相當的嚴重 就產生了另外一種風氣 叫鸞銅裝袋 鸞銅會不會誰啊 戀愛的戀底下心變成女子 鸞銅就是長得漂漂亮亮的小孩子叫鸞銅 鸞銅裝袋 鸞銅是男生啊 小男生啊 小男生辦事成為女生那樣子 那小男生穿漂亮的女生的衣服 做出女內的動作就像一個女人一樣 然後在歌席之間 又酒又酒就是 賜候大官貴人喝酒 原來是岳父歌技的任務 由鸞銅裝袋 所以明代的這個風氣啊 這個一直到清代啊 鸞銅後來被叫相姑 相姑娘 相姑一轉音 讀錯變成相姑 所以後來呢 演戲的男辦女裝的 都叫相姑 啊很奇怪的 中國同性戀智武就有了 尤其明清兩代尤其明代 特別嚴重 你們看金品美裏邊手描寫 品花寶劍手描寫 還有乃至紅樓夢 秦中和賈寶夢 都是這種調調 你看現在我們 一出來一大群啊 啊 這沒有是非可以 但是一種現象 所以鸞銅裝袋 在戲曲裏邊 他呢 也來演戲了 所以這個 小黎元真正在泉州成立的 這個妻子班 在台灣叫 小黎元 小黎元 事實上是明代才開始 這個時候 興盛起 但是根也怕問題 是弱傀儡 因為你們有沒有發現 無數俠所交出來的那個小黎元 他的身段動作都怎麼樣 都傀儡啊 黎元系的這個身段動作 就是傀儡的模樣 以傀儡這個什麼呢 來模擬傀儡的演出 你看這個這個有太有口訣啊 你們一定都比較清楚了 進三步退三步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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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到躲宅 那指指指手到眉間 然後這個打工手到野懷 壓硬的 你知道嗎 這些動作 這些動作 都是應應幫幫 隱生出來的那個步伐 對不對 那人是這樣走的嗎 那是傀儡的動作 所以你看這個在黎元系 裡面都有 我有一篇文章啊 方便的話就是下禮拜 我在戲曲《沿流新聞》裡面 就談黎元系的 黎元系的這個問題 那篇是 對於黎元系的歷史 和他的原理 是比較學術性比較高的 這學期很難等 我們班上有三個人是可以演奏 男管樂器的 所以有特別安排一下 那因為 基本上老師往年都會講 就是這個部分 只是說 就是如果沒有現場的一些 樂器的示範層 大家會對於 特別是男管 因為當然黎元系沒辦法 我引不出來 我們只能 就是示範一下 男管樂器給大家看 那這張圖就是 最有名的韓星載的頁眼圖 那左手邊就是 你們看到畫面上 這個拿拍板的這個人呢 就是老師所謂的那個 直接整歌的那個 指揮拿拍板的人 那 男管的這個拍板的大小 基本上就還是這個比例沒有錯 而且是五個拍板 然後到今天為止 仍舊是 在難關音樂中 還保留這五個拍板 那像這種拍板的這種 樂器基本上在很多樂種 跟劇種其實都是有的 特別是後來的類似像 北方的大谷說書之類的 他們可是他們的版 就會越來越小 越來越少片 那只有是在 目前最多片的是 只有在 難關音樂裡頭是五個拍板的 那我們今天 我想要補充的是說 老師剛剛講的是 可能是比較學術方面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那它演變到今天 我們仍就可以看到的 特別是在台灣部分的難關呢 基本上我們會稱作 難關而不叫南音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有北管 所以相對而言就是 南管跟北管會對稱 但是基本上你說 南音或是南樂 我們基本上都還是聽得懂的 那基本上它是有很多的 稱呼的方式 那剛剛老師有提到說 其實難關音樂跟難管系 它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一個是樂種 一個是劇種 只是說它用的音樂 它用的就是曲牌 攻擊符是同一套 只是說它可以放在 輕曲的部分 也可以放在劇曲的部分 今天所示範是屬於一種形式 就是所謂輕唱的部分 可是如果你是像吳素权老師演的 或者是泉州曾敬平老師他們所演的 那就是第二個層次 就是所謂的 梨原戲或者是南管戲了 那接下來其實 南管音樂 以泉州方言為發源出來的一種地方音樂 但是呢 它也可以被用在 比方說高甲戲 或是布袋戲 甚至台灣的車鼓戲 跟歌仔戲裡頭 它都是有多多少少用到一點點 南管音樂的元素的 那高甲 其中高甲戲跟梨原戲的關係 是最密切的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因為梨原戲是沒有舞戲的 那高甲戲是文舞戲兼備 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像說 其實一個簡單的音樂 它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 表演的形態上面的 那老師剛剛前面有提到 南管音樂它有三種 就是演出的這個音樂的載體 就是所謂的 紙套、唱曲跟這個所謂的 大譜 開場一定要先演奏是紙套 而不是譜 譜是放在最後的 那所謂的譜 它是只有公尺沒有歌詞 那紙套跟唱曲都是有代歌詞的 只是我們一開始在 演奏紙套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是不唱的 只有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唱曲的時候 才會輪流由不同的歌唱者 然後大家各自上來 唱自己的曲目這樣子 那基本上 南管的這個演奏的節奏 都是由慢到快 所以你不管是從紙套、唱曲或是三步 它所有的速度就是 每一首開始它一定是漸慢 然後快 然後最後最快 然後再到到 回到最後的最慢 所以它一定是這樣子 由慢到快的一種 節奏的一個循環的方式 那基本上呢 在我們開始有比較大量的聲光媒體 影音媒體之前 這個是 南管音樂算是 全州移民他們的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個休閒娛樂方式 因為在沒有什麼電視之前 就是老百姓他們的打發生活的一個方式 那它其實可以運用在非常多的一些場合 那比方說 如果你們自己是平常的一些休閒娛樂的話 因為南管音樂它是一種合奏型 它不像是西方樂器 比如說你小提琴 你鋼琴 你就是一個人獨奏 然後一直練練練 南管音樂它一定是必須要合奏 而且最少一定要五個人 為一個小組一個小單元 那變成你可以跟你的親朋好友們之間 在休閒的時候 一起來玩音樂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除了就是平常休閒娛樂之外呢 老師剛剛提到的有所謂的 夢場是我們的 南管音樂的樂神 而樂神跟戲神是兩種不一樣的概念 樂神是放在樂種裡面 所以呢 我們南管人拜的是 夢場狼君 所以我們叫狼君祭 可是如果你是黎原戲的人 或是其他閩南或者是廣東潮州一帶的 這種南方劇種 你們拜的是戲神 那個一定就是田都元帥 所以呢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分清楚一點 那如果你是北方邦子類的 就是金句類的 那你就是拜的是西寢王爺 所以所謂戲神跟樂神 它其實是有不一樣的來源的 而我們會把南管音樂稱為狼君樂 它的道理就是在於說我們會拜這個夢場狼君的生日的時候 我們要舉行這個整弦大會 那這個整弦大會 我們會有所謂的排場的演出 那排場的演出是比較繁複的 它可能是上半午一場 中間吃飯休息 下半午在一場 晚上之後 晚上在一場 所以它可以連續從早上一直玩玩到晚上這樣子 所以呢 不管它是上午下午或是晚上 它一定要根據這個 這個紙套然後唱曲然後到最後的這個大鋪 它一定是按照這樣子的順序來演出 那這個蔣昂照片是我照的 這個是在台北的這個是法祖公他們那邊辦那個祭典的時候 他會邀請就是北中南所有的管閣然後到場去 那因為他們是主辦方 所以主祭的那首樂曲就由他們來負責演奏 那其他的那些唱曲的部分才由各個管閣可以各自報名 說我們今年想要唱什麼曲子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看到右半邊這個祭壇 就是它是上面的放了這幅畫呢 就是夢長狼君的樣子 然後前面拜的會有看到很多小糖果小東西 基本上就是不管是梨原戲或者是南管音樂 它跟這個所謂的肉傀儡小孩子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所以祭拜的東西會出現很多的小糖果小糕點 因為我們說 因為我們要給我們的月神吃 反正就是我們的文化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除了看到那種比較正式的狼君記之外 它其實是可以運用在廟會裡頭的這種 藝鎮、鎮頭的形式 然後左半邊那樣的圖片比較珍貴的是在 雲林的北港朝天宮美年媽祖生日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藝閣 你就想像是台灣版的這種大型的花車 而這個花車呢 它基本上因為北港那邊呢 以前是有南管社團的 所以呢 比方說這個南管社團他們可以自己就是出錢 那把這些能夠演奏南管音樂的這些漂亮的女生 小男生也可以裝扮上去 然後你要在這個花車上面沿路一直演奏音樂 那但是現在的這種藝閣 那是直接播放那個音樂就可以了 就播放錄音帶就可以了 但是呢 其實真正厲害的是要可以自己一路一直瘋狂演奏 但是這個會非常非常的累 那像你們看到的左邊這一張彩色是我們那時候參加彰化南北戲曲館 他們所舉行的南北館的這種整弦活動的時候 他就邀請所有的南管的社團 我們可以就是出這種所謂的也算是我們的鎮頭吧 然後我們也是去採接遊行 那這個是我所屬的那個南管的社團 我是台北華生南樂社的 所以我們也是就是大家就是選好曲子 然後大家負責一樣小樂器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起上街去採接 那剛剛老師講的它其實是上司管下司管 再加上拍板跟所謂的 這個我寫成欲愛的這個字 它其實就是哎呀的意思就是小索那 那只是說我們會說 我們平常會講哎呀 那大家可能會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小索那 那你可以看到圖片中比較活那個 坐在拍板旁邊的那個人 他拿的那個就是索那 跟你所想像的那種可能比較北方 或者是國約那種大索那是有差別 大索那的話會更長 那這樣子的實音會奏 基本上要加上這個哎呀才會有十樣的樂器 不然上司管加下司管只有八樣 那加上拍板也只有九樣 所以要上到這種實音會奏 通常都是要人數比較多 場合比較慎重 然後呢我們為了表示一個很慎重的一個場合 的時候才會上到實音會奏 好那我們可以大致稍微看一下 它的做法是有一定的規範的 比方說像老師剛剛講 你們只要技能它是一二三四五 然後順時針方向以動消為開始的 那這是上司管的部分 但是下司管的部分呢 所謂的金木香客 它的意思是說 它有金屬的樂器 跟木頭跟竹片的樂器 它的位置是不能錯的 是屬於金屬類的 比方說雙中或響角 它們是同質的 所以它是金屬類的 所以它要做一側 它對面的教羅跟四塊 教羅是木魚加小羅 雖然說它有帶金屬 但基本上它還是有個木魚 還算是木頭類的吧 四塊是用四塊竹片夾在手上敲的 所以它要做在另外一側 所以這叫金木香客 所以它的位置是不能錯的 好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謂的我們平常會講說 中國傳統的祭譜叫做公尺譜對不對 那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 其實是昆曲的那一套 上司公帆六無異 可是南館的譜字稍微有一點點落差 其實我們的念法是 那因為閩南方言是沒有捲舌音的 所以比方說像 比方說將士的這個士 我們的普通話可以唸捲舌的士對不對 可是你等一下想說 閩南話是沒有詩這個音 所以你就直接唸S 所以看到這個士的話 你就唸呲就對了 所以我們會稍微介紹這個是 因為說我們等一下示範的譜 我直接選的是輕奏譜 我不要唱那個有帶歌詞 因為大家很容易跟不上那個 我們字唱到哪裡去 那你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們把它對照西悅的所謂的音高的話 你會發現我們的 所謂的斗仁發說的 都其實是從我們的 嘴開始的 所以其實南館嚴格講 他應該要說叫做公嘴 我們是打叉的這個字 我們念嘴 那只是在昆曲 他用的是公尺的詞 就是我們平常常見 所以比較嚴謹的稱號 我們應該要叫做公嘴 而是真的比較符合我們的譜字來源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這個南館的譜是直立式的 如果是習慣唱昆曲的同學 你們一定會知道說 昆曲的譜是一個唱字 他的那個 他的音符 他是往右邊寫出去 那個叫做縮一式的寫法 那南館這種寫法是一條條 所以這個叫一柱香式的譜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大概看 大概就是這兩種的記譜的方式 你會看到說他是一個字 下面的最左邊是他的 你看到這什麼 絲一絲流絲 他就是他的公尺譜 中間是琵琶的指法 最右邊你會看到有一個小圈圈 或是像一個小頓點的符 那個就是我們的節奏方式 就是稱為拍跟撩位 拍就是打圈圈的地方 然後你看到像頓點一點的地方 那個我們叫做撩位 就相當於就是板跟眼的位置 好那個就是所謂的譜的部分 那老師剛剛講說 為什麼南館的音樂會這麼慢呢 基本上我們在聽南館音樂的時候 他一定是從指套開始跟唱曲開始 而我們是以兩分音符為一拍 一小節可能有一拍兩拍四拍到八拍 那這個速度一定是會比大家所平常習慣的 四分音符為一拍還要慢一倍吧 對不對 那你什麼時候才會遇到四分音符為一拍 一小節再一拍呢 他通常是只有在輕奏譜的 最後面的第四節跟第五節 就是後面加快速度的時候 才會是你們平常習慣的那種一拍一拍的方式 不然即便是我們在唱唱曲裡頭 最快的這個疊拍 他還是兩分音符為一拍啊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會比我們平常所習慣的速度 在慢與倍 他的原因就是這樣 那至於老師所說的慢頭散去的部分 他其實就是所謂的那種散板式的這種 他通常可以放在三個位置 就是開頭中間跟最後 所以我們叫做板頭 然後或是破腹慢 或者是慢尾 那這個通常這個比較會弄在紙套才會出現 通常唱曲很難用到這種 就是散板式的唱 或者是戲曲也可以用到一點點這種散板的方式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為了讓大家那裡 對難管音樂有一個美好的開始 所以我選的是最快的這個景碟 就是以四分音符為一拍 一小節奏一拍 所以你看到的譜 只有上面只有一個圈圈 你看不到療味的 今天請同學的是要示範這個曲子給大家聽 然後這是我們學難管音樂的人呢 第一首的入門曲 一定要彈這個年搭訊 那等一下呢 就是由士蓮他會吹凍燒 然後我們請洛洛老師幫我們彈琵琶 然後我彈三弦 然後以及我會代唱 我會直接唱這個弓詞 我跟你們聽 所以你們聽到就會是 噗噗噗噗噗 噗噗噗噗 所以你們就可以跟著我大致唱的那個字 大概抓到說我現在唱到哪裡了 這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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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